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开篇之年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是强国梦 也是强军梦 中国梦 强军梦 不仅仅是这一年最受关注的热点词汇 更是这一年发生在军营里的真实故事 在2014年元旦即将来临之际 我们军旅人生栏目推出五集特别节目 2013我的这一年 我们将通过对这一年播出的节目的盘点 围绕举旗助魂是根本 坚守本色是保证 金武强能是核心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这五大主题 展现当代军人身上的正能量 弘扬能打仗 打胜仗的强军之要 那么今天我们第一期节目的关键词就是 举旗助魂 让我们来共同回顾那些举旗助魂不如使命的指挥员们 小语 感谢 我来自湖南越洋 1982年招飞入 是我国第一代陆航飞行员 至今已经飞行了三十一年 作为特级飞行员 我在直送机上已经飞行了五种机型 在四种性向条件下 我能做到能指挥 能飞 能打 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安全飞行员 四千多小时 在同一并飞行员当中 我是第一批入党 第一个单飞 第一个成为教员 第一个当上机长 第一个走上雨滩 领导岗位等 三十一年的飞行事件 让我坚信一个道理 只有干好分类事 永不服输 才能处处夺第一 我叫王长毅 来自黑龙江城内河县 九一年十二月份 入当年第一年 年底年终考核 被评为全英文战士 就是所有的训练科目 都达到优秀以上 然后在我通决兵里头 是第一个当班长 第一个入党 第一个立功 第一个提大 2003年的二月份 从红级连续连续连长 直接到我们各代营党当营党 直接提长营党 提长也不是 每步都那么顺利 总有坎坷 当时讲学历 说我是第一学历高中 我就是没有发展呼吸力 后来就 就我调整到 是激励成一局的变化 说几句的变化 八分之一心 你就不愿意去 就不愿意到变化 我就是说这瞧不起我 是我学历低 是我学历低 没这么发展 那我就要给你看一下 我就要干什么样 你只要坚持了 只要硬扔了 只要扎大事实去住 它没有这么好事 我是零一九年 制约犯 变了准备以后 把练精兵当精兵 当成一奸子 当成一种至高无上民 我叫许立强 从九六年当上飞行员开始 至今有十七年了 先后飞过七种战斗机型 飞行是我儿时的梦想 能飞上最好的飞机 是我成长的不变的志向 对于梦想 我是一个幸运 从当上飞行员的那一天起 我的生活就与飞行的融入一体 然而 在追踪梦想的路上 我也曾旁徒 头顶空战能手的光环 却在一次空战格斗中严重失利 不能接受惨败的我 也曾一度想过放弃飞行 但是看到现在的战鹰 和梦想中的金头盔 我意识到飞行已经融入到我的生命之中 只有冲上蓝天 飞向了云端 翻轨 格斗 才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的生命机器 有人说 你把飞行当职业 你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飞行员 你把飞行当作事业 你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我认认 把飞行当作不断追逐的目标 才能冲出眼界 陆航旅旅长李波摸索前进 创造了陆航史上的多个第一 边防团团长王长毅虽然身处长白山区 神枪手的美誉却是远近闻名 飞行副团长许立强连续夺管 两次斩获空战对抗比武最高奖金头盔 从他们的身上 我们不难看出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带兵人 个人军事素质过硬是首要条件 但是过硬的军事素质 也不是顺风顺水得来的 在他们的军律人生中 同样有着这样那样的困难与挑战 需要他们去战胜去面对 2013年特级飞行员许立强 再次未免空战对抗比武的最高奖金头盔 成为全军唯一的双脚金头盔飞行员 恐怕很多人并不知道 就是这样一位空中勇士 曾经差点脱下军装 放弃飞行 到空中呢 开始这个雷达结果非常不为定 后来牧师发现以后 我就上去 上去在做动作的过程中 由于它是在海上 它跟那个飞机和海面颜色非常相像 结果丢失了 把目标给丢失了 让你执行这个任务 你发现不了目标 就把我的飞行视线进度动摇了 但是来自蓝天的无限渴望 在召唤着徐立强 他明白 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空中勇士 必须拥有超越自我的勇气 徐立强拿出全部的勇气 开始找出问题 苦练基本功 经过刻苦训练 当徐立强再次登上战衣 手握操纵感事 他已经克服了内心的失落与恐惧 重新找回了自我 由于长时间的风尸 没有得到及时治疗 王长义的左眼 患上了红膜结状体炎 痛苦可想而知 就每天一阵清明书 眼球里一阵清明书 王长义的眼伤尚未痊愈 但连队却接到了 沈阳军区侦察兵 比武的任务 比赛在即 王长义不顾医生的劝阻 忍着伤痛 出现在训练场上 为了尽快掌握特种作战 水上操作的技能 每天王长义都要带着病和战友们 一起摸索 然后每天就是 那个烧开水嘛 给满壶罐打开 这个俩眼球换把人熏 医生就是个消炎嘛 就专家训练 每天就隔离熏 那挺疼的 他那个 晚上就要跟他睡不着 夜晚熏眼疗伤 白真仔细琢磨 反复推敲 最终王长义带领的队伍 在比武中 傲视群胸 在23个竞赛客目 25块金牌中 王长义所带的队伍 一举拿下了17块 一时间成为了沈阳军区 侦察兵的传奇 广州军区某陆航旅旅长李波 是我国第一代陆航部队的飞行员 2001年 陆军航空兵的职能 开始由运输保障型 向攻防突击型转变 此时作为团力的飞行骨干 主管训练的参谋长 李波遇到了新的挑战 只是你在空中 它本来就是不是很稳定 然后你在这上面加上武器 要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打准 是吧 这个要进行这个 要打准难度就肯定很大 所以说对飞行员的这个技术 也是一个挑战 要求也很高 2001年3月 某新型导弹的试验发射任务 下达到了李波所在的部队 在所有飞行员中 只有李波执行过导弹发射任务 因此它成了不二人选 在原来老部队是别人带我 因为是那还是 也是从学到教 然后这个 也就是在原地 组织实弹设计训练 不把弹带出去 到这里来了以后 那就是我实际上就变成了 我要带别人 不是别人带我 在这个这个距离 做的环境 条件又不一样了 经过一个星期的精心准备 某新型导弹试验发射任务 本计划准时开始 当天天空的能见度不到两公里 云层厚度有两百米 面对如此复杂的气象条件 李波沉稳的架势直升机 船云层壁垒区 迅速进入攻击空域 开始先拨得很紧 是吧 一个是这个任务能不能完成好 第二个就是能不能打得准 是吧 因为下面都有那么多人才看呢 在战友的配合下 李波及时锁定目标 反动电门 数公里外的把镖 顿时灰飞烟灭 这次导弹试射 李波和他的战友们 创造了长距离带弹飞行 载弹量最多 精度最高 三项全军利益 由此他也成为一名真正的 低空杀手 无论是李波还是许律强 他们都凭借着过硬的技术 成为蓝天骄子 在蓝天战场上屡创佳绩 而王长毅 也同样在属于自己的战场上 摘金夺银 透过这些荣誉的背后 我们不难看出 过硬的军事能力 是他们成为指挥员的首要条件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们在日常的部队生活当中 还做到了带兵有方法 练兵有效果 这再一次印证 只有提高核心军事能力 才能够托起强军梦 只有举旗助魂 才是实现强军梦的根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面对挑战 这些举旗助魂的指挥官们 拿出的是坚持到底的勇气 拿出的是永不服输的干劲 展现出的更是对军营生活的无限热爱 看到这些指挥官们的故事 除了被他们出色的军事素质和优秀的个人品质折服以外 我们更是能深深地感受到 实现梦想 离不开坚定的理想 举旗助魂的信念 只有将个人追求 与强军梦紧紧集合在一起 举旗助魂才能成为强军梦的有力支撑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让我们继续盘点2013 再见 这里有雷厉风行的带军人 这里有勇敢刚毅的普通战士 这里有坚守岗位的奉献者 这里有所向披霓的特战精英 这里更有权力以赴的追梦英雄 这里就是我们镜头里的2013 这里就是军营里的英雄群下 分享感动人心的励志故事 坦求强军梦的精神本质 军女人生 下期惠念不出 元旦特别节目 2013 我的真一年 第二点 坚守本责